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高雄市第六選區 立委選區的最新的選情的戰況 那麼當然呢 這一個選區原本要來拼四連霸的 民進黨立委趙天霖 因為爆出了婚外情 同時對象還是一名陸籍女子 引爆了國安泄密危機的爭議 所以到最後趙天霖是黯然退選 現在民進黨將要提名 他們的黨籍市議員黃捷來跨選區 空降到高雄第六選區 來對上的是國民黨的對手陳梅雅 那當然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黃捷 他過去爭議也不少 尤其呢 在這一次 我們先來看一下時日評論人黃陽明 怎麼樣解析 他說呢 黃捷這一回 他能夠成為民進黨的明日之星 在政壇上面 一帆風順三級跳 這都要感謝韓國瑜 如果當年是陳其邁當選市長的話 黃捷就不會有現在的成績 因為他不能夠監督陳其邁 所以簡單來說呢 也就是說黃捷當時在韓國瑜選上市長的時候 大力的來監督韓國瑜 大力的來抨擊韓國瑜 也讓他政黨的路 政壇之路越來越順遂 但是黃陽明說自從陳其邁補選上高雄市長之後 黃捷的表現就變了一個樣 不管參不參選立委 他都得要聽民進黨得要聽陳其邁的話 所以你可以看到黃耀明的解析很明顯啦 為什麼要聽陳其邁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這一次其實在選黃捷空降出來這個選區的時候 其實在地議員早就有很多很多的聲音一再的來跟提名小組聯盟的成員陳其邁跟他說 不要空降反對空降 我這一些在地經營很久的議員已經準備好了 請你給我一個機會 結果後面陳其邁怎麼樣 獨牌眾議 他說他挺得住壓力 最後就是硬要提名黃捷空降來選這個選區 所以是不是因為很聽話 所以陳其邁才提名了黃捷呢 那當然這也讓大家解讀 其實陳其邁在高雄 已經不再是過去被各個派系架空的陳其邁 現在掌握了這個第一手的主導權 畢竟在趙天麟退選的時候 陳其邁第一時間就談話 必須要審慎思考立委的佈局 搶下了這個話語權 也讓大家覺得陳其邁在下一屆高雄市長的選戰 可能是主要的操盤手 不管如何 現在黃捷即將要被民進黨來提名 可是大家都在問黃捷 你現在是不是該向韓國瑜道歉呢 我們來看一下黃捷當初怎麼對韓國瑜的 當初黃捷女士罵韓國瑜落跑去選總統 如今自己議員不當去選立委 入黨三個月直接空降 卻說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力 當時這個翻白眼的照片 大家也都是在把它拿出來 所以黃捷現在是怎麼樣 大家才會說民進黨就是所謂的雙標黨 別人的落跑就是落跑 你自己的落跑就是因為我沒有選擇 戰場的權力 黨要我去哪邊 我就得要去哪邊 這就是民進黨一致的雙標 當然我們要來看一下 其實昨天黃捷在北上浮選的時候 也是親口證實 他已經接到民進黨秘書長許利明的電話 那麼希望他能夠來接棒趙天麟參選 同時也透露趙天麟第一時間打電話給他鼓勵 我們來聽一下黃捷的說法 昨天其實我是在新店陪曾博宇候選人掃街的時候 就接到這個消息 那是來自秘書長的來電 那告知我說希望我可以代表民進黨 來進行高雄第六選區 立法委員候選人的這個位置 那我接到當然是覺得說 如果提名小組跟中指會在之後的正式的會議上面通過之後 那確定要徵召我 我一定是全力以赴 那絕對義不容辭 也覺得說高雄這一席一定要為台灣對手下來 我相信地方上各式各樣的聲音一定都會很多 那我覺得時間非常緊迫了 所以這些不同的聲音要用最快的時間去米平 那也希望大家團結起來 那我自己的話 如果真的要參選我一定也要用最大的誠懇的態度 來跟這些前輩們請義 希望大家可以把力量凝聚起來 我們一起為台灣隊加油 會希望趙天麗委員來幫你助選嗎 我要說一下其實第一時間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 趙天麗委員就是第一個來打電話 告訴我說他會全力支持我的委員 所以我聽到其實非常感動 也覺得說有了委員的支持讓我會更有力量來為這一席來打拼 好 大家希望趙天麗去幫他助選嗎 恐怕黃潔心裡也是五味雜陳覺得有必要嗎 我來看一下這個網友剛剛的留言 有人說他不是落跑是狡猾了 有人說噁心啊 然後也有人說這個時空背景不同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黃潔前面說一套 後面再做一套 反正民進黨的雙標永遠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昨天其實黃潔在第一時間講話的時候 也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就說他希望能夠延續趙天麗 在公領域上面的成果 這一句話很有趣喔 他說公領域上面 所以很明顯就是要切割私領域 畢竟也不想再跟趙天麗的私領域來掛鉤 可是趙天麗在面對小三風暴之後 昨天這個非常非常讓人家意外的一個畫面 也就是在這一場風暴過後 趙天麗跟他的妻子丁丁同臺了 而且還牽手來跟大家講了非常多的話 小三風暴就在昨天 趙天麗是首度牽手老婆露面 趙天麗還落淚了 所以他拿著這個衛生紙 在擦的眼淚 他落淚探說虧欠 這個他太太丁丁一輩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他就有特別提到 其實過去這件事情 太太知道的時候 已經被踩在地上了 可是在現在這個時候 又被鉅性迷移的拿出來 所以也是讓趙天麗非常非常的不捨 那昨天為什麼他會跟這個太太同臺 主要是跟這個里長之間的參緒 可是趙天麗怎麼樣來安撫支持者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黃捷跨區接棒引發了部分的基層炸鍋 同時揚言政黨票要拒投民進黨 所以你說陳其邁他獨牌眾議 然後他直接就是把空降的黃捷 派出來選的話 真的地方沒有聲音嗎 地方大家真的都能夠團結一致嗎 現在已經看起來有一些基層已經不滿了 那趙天麗昨天是驗請了一百五十多位里長 和太太公開現身 呼籲支持他參選到底的相信要斷念 他希望他自己的犧牲務必要有價值 但是你光是從現在選在你倒數七十多天 那黃捷他必須要怎麼樣整合在地 以及他又沒有在這個選區生耕 那你要怎麼樣把這些票整合起來 這想必是黃捷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我們來看一下民進黨的議員 簡煥宗怎麼說 他說這一次這場選戰的輸贏 就在北谷山 藍營的對手陳美雅在北谷山的票 就可以讓他直接當選了議員 那現在是非常非常的逆風 很艱難 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同心來支持黃捷 必須要守住這一席 而另一方面時事評論員謝寒冰怎麼看 他說會選黃捷是因為陳其邁 想要培養自己的子弟兵 而且年輕女性加高知名度的形象 可以淡化趙天麟出軌的影響 而且後面應該是已經喬好 國民黨參選人陳美雅 可不能夠小看黃捷 不過謝寒冰也說 其實當時韓國瑜在當市長的時候 黃捷很大力的在監督 很大力的在質詢 但是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患上了陳其邁 黃捷諮詢火力 可以說是完完全全不見了 只剩下什麼 做球 護航根本就沒有認真在監督民進黨 當陳其邁上任高雄市長之後 黃捷就完全熄火 他熄火到非常誇張 而且他每一次在質詢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做球給陳其邁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一身俊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Food feel good Food feel good